不输给其他嫔妃 下次出征 寡人将带上她一起 若是得胜 任何人不允许阻止寡人立她为后 这个 你一定会喜欢 这又是什么 我爷爷的短剑 不出征的话 那你帮寡人生孩子怎么样 我才不要呢 放手 这样好了 你现在不是拿回你的短剑了吗 来 你扛我 消消气 你真想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 谋害亲夫的事情 你是不是天天都在想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刚刚还说留下来住的 你铺什么床 我那床那么大 足够两个人睡了 你看你这个床 小的您站满了 我一个人睡就够了 所以说这是我一个人要睡的床 那 那 参见大王 上飞火马上诊治 把他尊治 大王 韩侍卫已宋治 他衣服诊治 赏失慎重 夫人 夫人 告诉寡人 今日之事 为何会出现在寡人的宫殿之上 丽夫人在姬丘时 为何会有那帮侍卫冲出 据臣所知 那些人是华阳宫的侍卫 入殿是为了护卫华阳祖太后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们怎么算 都没想到韩侍卫 会突然冲了出来吧 本宫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过 我只是看到 像是丽夫人 要行刺大王的 敏夫人 你如此聪明 又和丽夫人形同姐妹 你是否知道 那个丽夫人 为何要行刺大王 行刺 难道楚夫人 你看不出来 丽妹妹是在保护大王吗 哼 这谁知道呢 依我看 今天这个局 倒像是楚夫人 你安排的吧 敏夫人 无凭无据 为何要这样 指责我们夫人呢 你们大可否认 丽儿 这寡人的妻子 你现在生病了 我照顾你 天经地义 来 那我自己来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怎么 你觉得这样有毒啊 不是这个意思 要不让清儿来喂我 要是谁敢阻止寡人的差事 寡人就砍他的头 陈已用了功力最好的商药 可是还是高热不退 如果能熬过这两日的话 那就化险为夷了 幸好韩世卫年轻力壮 微臣给他把过脉 脉相虽嫌隙 估计能熬过这一关 韩世卫真是尽忠职守啊 如果这一剑伤在丽夫人身上 真是后果不可想啊 他这是不计生死 不为大王 他们陷了忠心 大王却回忆死罪 无论真相是如何的 都会被蒙蔽 难道这就是大王想要的结果吗 好 是吗 看来 大王还是念在秦楚交好 寡人并不是因为这个缘由 前几日寡人正在为楚卫军情操心 烦忧之时 丽夫人向寡人谨言 破楚 以非寒味 这倒是给我大秦一个很好的退兵理由 而且今年初春 我大秦少与多汉 反而主动提供粮草 向秦示好 你们说 丽儿是不是立了一个大功啊 说过 想要一位如伤亡后的奇女子为后吗 白家记得 丽夫人文武兼备 眼界过人 因此 寡人想立他为后